我希望在我的作品當中 它有技法的美 有詩歌的美 有文學的美 有音樂的美 我覺得這些傳承的 千年的記憶 任何時候都不會過世 而且是我們的寶貝 葡萄木雕千年的技法 用立體的形式 來呈現千年前 宋代開封的繁華景象 這也是從來沒有人幹過的 這非常有意思 我在想通過 《申報經理師世界記錄》 可以讓選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國的雕刻技藝是怎麼樣的 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我跟徒弟也有很多的爭議 他們希望的就是 以高福雕的一種形式來呈現 我說你應該考慮觀賞者 他從不同的角度來觀賞的時候 整個的造型它是會變化的 最精彩的部分是這根縣紙 它長有六十幾公分 都是在原木裡頭 通過漏空雕的技法把它挖出來的 整件作品的人物總共有2570多個 船有20多艘 沒有任何的粘貼 《千里仙山圖》應該說 是我最喜歡的一幅 在《十二迷藏卷》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大溪磐礴的山水 煙波浩渺 尋風俊修 長小橫臥以湖面上 畫得準備描筆 是太重了 我們可以看到大溪磅 我們能來看見